近日在位于四川重都青阳区残联的希望之光会所内 近40位工作人员正忙碌着 他们有的在剪辑视频 有的在写作公众号推文 有的在厨房制作午餐 很难想象这是一家精神疾病康复机构 其内的会员都是精神疾病早期或是处于恢复期的康复者 在该会所 每周一至周五精神康复者以会员的身份自愿参与会所工作 可选择在不同部门担任职务 通过共同工作和社交活动进行精神康复 这种精神康复的方式也被称为会所模式 50多岁的邱凤贤来自香港 是这家会所的康复顾问 每周他都会到会所进行康复服务的指导 会所模式是在1998年的时候 我引进到香港的 当时我是在马力院工作 在2004年的时候 我们在香港举办了亚洲的会所会议 当时就邀请了在内地很多的专家过来 然后我们最后就在长沙 就建立了第一家的新议会所 是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开办的 发展到现在 在内地达到国际水平的会所有四家 这四家里面基本上我都有参与在当中 2012年邱凤贤辞去医院工作 以访问专家的身份到成都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开展合作 同年在他的指导下 四川首家精神疾病康复会所 希望之光会所创立 2014年邱凤贤被聘为华西医院社区康复专业特聘顾问 令邱凤贤没有想到的是 刚到成都开展工作时 她就吃到了闭门根 刚来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康复的概念 觉得有疾病了就在大家家里就好了 还想什么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有一些家长连给孩子们切辣椒 都觉得这些工作他们不能做 家属的概念就是只要保护他们就好了 但是这么多年当我们做很多的家属的教育 很多家长都改变了 他们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去工作 甚至他们愿意他们开放自己 去介绍采访 去把自己的疾病跟其他人分享 希望更多的社会人士了解这个疾病 帮助更多的人可以好好的康复 这个也是我最深刻的 截至目前希望之光会所共有在策会员248人 日出勤人员接近40人 以帮助130多位会员在社会上获得了有心工作 虽然精神疾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 但这里的会员对于未来充满希望 我选择就业教育部是因为这里的工作对就业更有帮助 就让我学习了一些技能 一些就这种文字排版这些技能 然后最以后在电脑上操作就建文档之类的都更有帮助 在餐饮部嘛 我学会的切菜呀炒菜呀拌菜呀都都还可以 如果我以后康复了的话 我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位合格的蓬佩导师 蓬佩就蓬佩的意思就是说 帮助跟我有相似经历的人 然后帮他们摆脱痛苦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施行 填补了内地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 来四川推广社区精神康复服务这十年 邱凤贤直言自己遇上了黄金时代 以前可能我在香港工作 但是现在我来到成都呢 我就更近一点近距离了 就是更近距离了解内地的康复是怎么样 过去这十年康复服务发展得非常快 可以说我很有幸可以参与在过去十年 在精神康复的发展 在内地的发展可以参与在当中 所以我是觉得可以在当中 可以尽一份力量是我的福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